到底是什么 竟让两个人在竞技场上突然开始了battle 原来就在刚刚面对卡卡当的无限复制技能 宙斯被气得直接跳起了光场舞 难道宙斯老头没有任何办法了吗 当然不是 只见他突然窜出使出了超音速旋转 试图骗过卡卡当的眼睛 然而他还是太天真了 他所有的动作在卡卡当的眼里如同慢放一般 就在宙斯抬腿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输了 因为对方不仅夺过了攻击 而且再一次完美复刻了他所有的动作 同样只是一脚直接将宙斯踢飞了出去 而卡卡当的这一脚不仅踢出了复仇众神的快感 而且还踢出了整个人类的希望 其实在这一刻最憋屈的还得是宙斯老头 面对区区人类 我众神之父竟狼狈至辞 这以后还有哪个老太太愿意和我一起在广场跳舞 他拼尽所有的力气站了起来 带着对老太太的执念 准备打出他最强的一拳 而说起这一拳可并不简单 那可是在当年他父亲最引以为傲的技能 只在一瞬间就连时间都完全被凝固 宙斯带着他强横无比的神力直接冲了上去 今天我起一幕卡卡当就告诉你什么叫做五五开 就在刚刚宙斯老头实施出了自己的超必杀一拳 而这一拳到底是有多恐怖 就连时间都完全被凝固 他自信你再快也无法超越时间 但是他还是太天真了 下一幕他直接躺在了地上 而由于事情发生的太快 在场的所有人根本就没有看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原来就在宙斯老头出手的一瞬间 卡卡当竟使用血绿眼完美复制 他率先将拳头打在了宙斯老头的脸上 看着倒地不起的宙斯 卡卡当竟显得无比的淡然 可这台上却彻底的炸裂 就连女武神都无法完全抑制自己内心的喜悦 难道这一次人类拿下了这一局吗 并没有就当裁判准备宣布结果的时候 宙斯老头竟然突然站了起来 作为众神之父 他又怎么可能被轻易打倒 而在此刻他却表示深深的疑惑 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你在竞技城上与我决战 从你的眼睛里我可没看到任何对众神的憎恨 而亚当的回答却再一次点燃了在场所有的人类 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孩子们 这份责任你根本不懂 而这个答案竟让宙斯老头觉得无比的可笑 而就在此刻宙斯决定释放自己的巅峰战力 而人与神之间的较量就在这最后一刻 一个父亲他到底是能够有多伟大 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 就算是死也绝对不会轻易倒下 在这场游戏中 人类注定只是他们消遣的筹码 但在这竞技场上 只要他还在 一切都还有希望 可就在刚刚宙斯浓缩了自己全部的神力 那澎湃的力量压抑的让人无法呼吸 而此刻亚当的眼睛里却无比的坚毅 他有着绝不可退缩的使命 亚当在宙斯狂风暴雨的攻击之下 仍然游刃有余 众人见后为亚当大声的欢呼 可在这些人中 只有女武神发现了事情的端倪 亚当无数次的挥出自己的拳头 这身体过热的后果 是他凡人之躯根本无法承受的 可你们以为他自己并不知道吗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身体的状况 即便如此 他不曾后退过一步 他退了 他身后千千万万的孩子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这是一位父亲的责任 也是绝不可触碰的底线 当他的身体完全无法附和的时候 他没有放弃 虽然他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 可他带着一位作为父亲的执念 死死的抓住了敌人的头发 他用自己仅存的生命之力 向宙斯发起了对攻 这一幕令所有的人都泪如雨下 亚当这看似瘦弱的身躯 竟带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战斗到了最后 宙斯直接摊坐在了地上 他知道亚当的生命其实早已失去 可他静靠意志力和自己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 或许这一次他赢得了比赛 但是他毫无疑问地输给了亚当 人类阵营已经连输了两针 而女武神又将做出怎样的安排 来摆脱困境 关注我 我是阿末 咱们下期再见